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你是用什么样的东西 帮我们补一下脑子跟体力 我是用的是颅鱼 颅鱼不是人家说是 补须 开刀 开刀 产后 术后 用颅鱼最好的吗 因为它是补气 健脾 最主要就是它的蛋白质会产的优 很容易被吸收 比如说你可能刚开完 脾胃吸收不好的人 你可能吃肉类的 它比较不容易吸收 前几天我看脸书 有一个人说他父亲最近身体不好 是 所以他说他想要去煮鸡汤给父亲吃 是 好了 底下就有人留言 他说煮鸡汤不如煮颅鱼汤 然后有人说颅鱼汤 吃起来有点心心意不如鸡汤好 到底对于老人 这样子那种身体不好 或者有点点住院鱼汤好 我们其实分阶段一开始 如果说你要吃鸡汤的话 那你就是把上面的油撇掉 因为它可能比较不容易消化 是 那如果是你那个年纪大的人 他的吸收功能不是很好 那我情愿就是用鱼鱼汤 像我妈妈前一阵子她也是开刀嘛 住院 对 那我是用鱼鱼汤给她吃 那鱼鱼汤吃的就是调养了 她的胃口好一点的 这个时候你要煮鸡汤就很棒 先用鱼鱼去垫底 当底垫了一下了之后 再用鸡汤往上面一层一层打起来 对 是这样 我自己也是个不明白 借由这样子一问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 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概念 但是也不能够天天这样子吃 总会腻嘛 对不对 好 今天我们的鱼鱼汤 就来稍微变一变 是 好 因为今天我要做药膳的 这就是党参 那这个就是黄芪 是 那我个人 我就先把它洗干净了以后 我就直接 这是泡米酒的 泡米酒你要去蒸过也好 不蒸过就直接去煮 那我今天是加的是黑豆 党参跟黄芪跟黑豆 都是补稀老的 因为黑豆其实它就是养肝 补肾 那我们的肝肾功能 肝就是掌管精神好不好 你的黑豆对类 我的黑豆比你小好多 我的黑豆上面都没有这样子白 白白的样子 我的黑豆是圆圆一颗一颗 你的黑豆你看 还肥到有一点点韌成纹 这样就变开 好 我跟你说 我们如果去买黑豆的时候 像这种黑豆 有些时候会看得到 有些时候就买得到 是 那我如果看到这种大颗的黑豆 我要回来做蜜黑豆 其实大颗也会比小颗的好吃 我就买回来 那这个是因为我干炒了 在当鸣嘴 你炒过的 对 那你把它炒过的时候 你再煮就很快 你把它炒到啪开 但是也不能炒到炒灰烧 它就直接在锅子里面干炒 干炒 然后炒到你火不要太大 火太大就会焦掉 就小火 所以像我就放在锅子里面 当啊当啊 早上再放回来 再当啊当这样子 然后它整个都爆开了以后 那譬如说有人说 在那个不沾锅里面 去炒那个粗盐 会伤锅 像这样子炒豆子会不会伤锅 这个豆子裂开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硬度的时候才会 可是你要看哪一种不沾锅 因为有一些不沾锅 其实很快就会被刮上 所以我个人是用不锈钢锅 这样子藉由炒黑豆 考验一下你家的锅子 到底是便宜的烂货 还是好货对不对 对 炒坏了就换锅 是 不然因为它炒过了以后 怎么会有炒一个黑豆 就把锅炒坏了 因为它炒了就硬掉了嘛 你看你现在是不是炒一下 然后这个就像炒虾跟螃蟹 所以有一些不沾锅它会叫你说 不可以炒虾跟炒螃蟹的意思是一样的 你总不能够拿那个不沾锅 回来只能炒蛋吧 是 那像这个豆子啊 你炒也不要一次炒太少 因为你要时间 所以我就是这样炒一炒 然后看一下电视 再炒一炒就这样子 然后炒到整个都裂开 你吃 你要把它就像炒花生一样 对 那你把它晃凉的吃 会脆口这个就对了 那你把它炒好了 你要当拧嘴 你要煮汤豆很OK 好 那这个就是泡酒 让它的那个药效出来 然后就把它放到里面 所以拿这个酒 已经先泡过的黄芪跟党参 放进去里面 是 水煮 黑豆下来 炒过的黑豆 也放到这个水里面去一起煮 对不对 对 然后这样子煮起来 这个汤就变黑黑的 好 那我现在呢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吃鱼汤 因为会腥 他们怕会腥 可是我如果我的做法的鱼汤 其实吃起来都不腥 我把它类似像一个麻油鸡的 一个概念 我们煮麻油鱼汤 好 那我刚刚的药材 还有一片就是当归 因为当归就是补血嘛 行血 但是当归我一起去煮的时候 等于是那个汤的当归味道太重了 我希望它像试咸汤一样 就是调味就好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最后的时候 我们再煮一汤 快起锅前 大概五分钟就把它丢进去就好了 丢进去 对 它只煮五分钟 好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麻油放进来 锅子热了我就把麻油放进来 那看你个人 像如果说我想要拌面线 那你就可以加多一点点的麻油 好 那就姜切薄片就好了 其实我们平常也就是 常常会拿一些麻油跟姜 稍微拌一拌的 对吧 对 是 你需不需要在这个时候 用到黑麻油 这个就是黑麻油 就是黑麻油 对 黑麻油 有人说又不是做过来 我们不需要用黑麻油 用平常的香油什么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黑麻油就是 它会煮起来就会比较香 你用芝麻香油 太多油的时候 你会觉得腻腻的 好 那我就先把这个 皮的部分放下来 皮炒下 是 我把它就是剖半 是 然后有一半是没骨头的 这一半是有骨头的 那我们就有骨头的 一定是比较慢熟 所以就先给它 有骨头的先下 对 就靠近锅子的底部 好 你的姜还没有煸到那种 搭搭搭搭 不用 因为它放在底下 它压在底下 同时还有这样子的效果 是 你压在底下的时候 你就边煎 边那个吧 但不需要翻面它 是 这个没有办法 靠近了怎么办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这一些 做出来的汤头 就不会有腥味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直接可以 挂在它的上面就好了 没关系 好 那这样子 那我们把它盖上锅盖 给它稍微的 是有这样子焖的效果 对 对 它只要一面有焦黄 就像我们在煮肉的时候 让它接触 蛋白质接触高温 它就会产生一个焦黄 那香气就出来了 可是这样子的话 蛋白质这样子直接受热 未来这个汤就不会是清汤 会有一点点像是奶汤 那样子的螺螺 对 你如果煎久一点 就会变奶汤的螺螺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清不了了 因为有黑豆 反正它黑黑的 你也看不出来多清了 是啊 它就已经是黑汤了 但是黑色我刚刚讲就是 吃黑豆是很棒的 不管你任何季节 冬天吃黑豆养胜器 然后春天吃黑豆养肝器 所以就是直接就都很棒 是 好 有没有闻到香味了 有一点一直是有那个 麻油浆的那个香气 对 好 那现在这一边呢 好 我把它加过来了 当这边的鱼汤 开始想产生香气的时候 就可以把旁边的那个 黑豆那些东西加过来了 对不对 好 对 我们把它关掉 那现在呢 等什么时候 就是等这个鱼筷子搓进去 一搓就透的时候 就是熟了 你已经把一整条鱼都已经对开了 然后呢 刚才在锅子里面 也已经盖上锅盖稍微加热一下了 我相信大概三五分钟就应该OK了 可是如果有一些人喜欢煮到十分钟 是 为什么 因为它要把骨头的精华煮出来 那如果你要这样子做也OK 因为那个骨头跟头的精华 你是就是说稍微煮久一点 可是你这个中间的肉你要先拿出来 真的啊 就怕那个肉老了吗 一定会老 对 不用怕就是一定会老 OK 好 那这个大蒜呢 你可以一开始的时候放进去 那我个人我比较喜欢就是后面加 那你一开始放进去是整颗 你后面加就是把它切拌 好 对 因为春天为什么要让你吃大蒜 不要就是半生不熟的大蒜会比较好 就是它的杀进效果会比较好 其实春天的细菌之声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尽管温度上来觉得这个肺炎的细菌 可能会有一点点没那么活跃 但是多吃一点点增强免疫力的东西 还是有好处 是 对不对 是 好 那现在这个加进去 因为我们已经快要去多钱 这样就差不多了 是 枸杞就把它加进来 因为枸杞子也是很快速的 是 对 好 那这里面的调味料 就只有盐巴以为就可以了 只要一点盐巴 是 好 只要盐巴 那因为我们做药膳的鱼汤 就不要太咸了 好 好 就是像我自己 就大概给它三分之一小吃就好了 好 还有淡淡的味道就好了嘛 对 是 是淡淡的味道 好 那我们要试看看它有没有熟 其实我刚刚讲过就是筷子一搓 搓得下去就熟了 嗯哼 还要大概在一下下 对 因为这个鱼鱼还蛮厚的 我这条鱼鱼有一斤多一点点 对 好 我盖一下 大概这一分钟 这一分钟就好了 好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吃的时候 就是先放在这里面 然后一冲下来就好了 OK 好 碗里面先加一点点 然后待会一冲下来 让它的香气充满了汤头 是 剩下一半在撒的上面 做一下装饰 好 那你会觉得说 我的刚刚酒太多 可是你等一下喝完全没有酒味 像我自己这个 我喜欢酒香 但是我不会喝酒 我就会在这边再滴一点点酒 但是我刚刚那边已经够了 好 我们先把 它的汤是已经那样黑黑的落落 我先把汤拿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要让我的鱼整块 不然你这样去挖你的鱼一定 因为一定扒掉 对啊 对 好 那我现在来拿鱼 不可以扒 你拿 我给我很大厚厚 是你说不可以扒的 好的啊 看到鱼皮 这一块看到鱼肉就好了 这样嘛 好 鱼 这个摆到碗里面去还有学问 你要第一片是鱼皮朝下 第二片是鱼肉朝上 这样适合 我讲破了大家就知道那个 我跟你说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很大的火在滚 它底下接触的皮一定是破的 皮黏在这边 我如果把它翻过去不是 就溜配 我以为是要一正一反多好行为 那这一个跨在上面 它的皮没有接触锅底 一定不会破 原来做人不能太迷信 是 OK 好了 黑豆鱼鱼汤 来 第一道料理 OK啦 好了 前面那道我们是靠鱼鱼的 油脂蛋白质 对不对 接下来这道我们来煮的是什么 这道就是做一个 双鲜的一个娃娃菜 那娃娃菜呢就是这个春天的季节才有 就是冬末 然后春天初初 对 那如果这个季节你不吃的话就亏大了 它就不是娃娃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季节的娃娃菜才会有这样子 它才会这么小 对不对 否则的话它应该长到至少是像两个手指 像三个手指 粗粗的 肥肥的 不是 那这个就是肝冒出氧 嫩芽 它的能量最高 然后又是你看又是绿色 如果你不喜欢吃芥菜那个 怕太苦的话你就吃这一个娃娃菜 而且那种大芥菜会比较凉 那这种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含凉 因为有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脾胃功能比较弱 那他吃了那个挂菜 他就拉肚子了 所以吃这个就不会 那它跟什么最搭呢 其实它跟蛤蜊最搭 好 那我首先我要先把这个 我这个鸡胸肉了 我就放一点 因为双鲜嘛 就是要海陆双鲜嘛 鸡胸肉真的就是不好处理 所以泡一点点牛奶就好了 然后呢在这里 麻烦你给我一点点的酒 OK 可以了 可以了 一点盐巴 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这个肉下去 不要太久 所以可能蛤蜊的咸 没办法剪到这边 蛤蜊会咸 蛤蜊会咸 所以这边的盐巴 它只有这一些而已 那等一下那个就不加了 OK 好 那把它打一打这样子 那我现在开始来炒了 一点点油 好 一点点油 OK 好 然后呢 蒜末 红葱末 各取一点 是 我们在做菜的时候 最好就是说 你把它的一个 整个的五脏六腑 都把它坚固到 所以我今天又特别的加了一个 番茄 红色就是养鲜嘛 其实我们的丈夫是环环相扣的 是 好 那就把它炒一下 在炒这个的时候火不要太大 不然就OK 因为它都是默默嘛 对 对不对 千万不能够大火 是 先下娃娃菜 先下娃娃菜 那娃娃菜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水 等一下蛤蜊就放进去的时候呢 我先给它娃娃菜的炒一下 加一点点水 好 先借由锅子里面 看刚才的那个红葱末跟蒜末的油 先把这一个娃娃菜啊 冬炒一下 西炒一下 让每一个外表都透过的油 有一点点这个加速它的加热 是 是 好 炒得都均匀啦 是 都油油亮亮啦 是 OK 这时候我们补一点点的水 对 补一点水 不能太多 因为待会我们还有蛮多蛤蜊的 蛤蜊还会吐很多的汤 是 好 那来 盖上锅盖 现在盖上锅盖 透过里面的热气 让它热循环 让那个娃娃菜能够熟透进去 对不对 一切那么小块 应该蛮好熟的了吧 其实它就是我刚刚讲过 切脆的也可以吃 那软的也可以吃 那这么小块它就是好入口 好入口 那个娃娃菜有的吃起来会比较苦 就是它那个长出来的娃娃 如果是拉长了 然后上面有一点点像叶子出来的 那一定会苦 那如果那个没有像叶子 就跟台湾的农业实在是蛮好的 以前我们讲白萝卜只有冬天吃 现在它不管是冷藏 不管是厚重 一年四季都有 对不对 像这个娃娃菜 说不定一年四季只是买得少 但是还是买得到 但是不是当即吃它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好 对 是的 对不对 是 没错 好 当它已经开始变色的时候 你看它会变很脆立嘛 好 那我们就是看你的口感 这个时候我想要软 你就后面再加 就大概给它 它不会越煮颜色就越没有那么绿 对不对 要煮到很久才不会那么绿 其实它还蛮耐煮的 可是煮汤的话 你就是要煮到很软 入口即可的话 它就会变颜色比较浅 好 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蛤蜊加进去 因为都是 我看现场只有我最老 所以OK 大家的牙口都很好 好 好 那其实我 我们不管它 我现在把肉可以一起加进去 不然等一下那个娃娃菜就老了 你看 这边已经有点开口了 是啊 很多 你看 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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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你这样我好紧张 不 没 不 没关系 它只能慢慢开 开了 对 开了 04 08 75 又合彩 来来来 开了我就先把它拿起来 然后再盖起来 拿起来要吗 它不会流起 待会再加下去 因为它会 那而已开 你拿这个而已 没有啦 它只能开而已 你拿起来 拿起来 你说 这个是不是有开 有吗 还不太开了 你看 果然比我眼睛好一点点 好 为什么我喜欢用这个透明玻璃果干 因为它一打开你就赶快夹起来 对 那我今天的这个蛤蜊是海的蛤蜊 对 它会肉比较Q 但是呢相对的也比较減 你看这么漂亮 有没有 就是有一个开了 你看 这马上开的时候拿起来是最好吃的 刚在胖 刚在胖 刚在开 什么刚在胖 你如果 刚好胖 对 你看 现在这一颗肥不肥 肥 对不对 是 你如果稍微再隔一会儿 它那一包水不见了 我告诉你 都好了 洗火 好 我现在洗火了 是 番茄进去 番茄进去 那因为我要它的有一些维他命烯 是 所以呢 这个时候下去不要再大滚了 好不好 那很多人会把它勾芡 我个人不喜欢 OK 好 你看 这样很漂亮吧 好 好 来 把这胖一胖都拿出来 胖一胖的都拿 这个 大户人家 就是要满猪来 来 没有满猪来 我们一个 鲁鱼汤 一个 娃娃菜 蛤蜊 两道菜一起上桌了 喜欢今天的料理吗 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脸书粉丝团 让你有吃又有拿 好 开始我们就先吃娃娃菜 好不好 趁它还是绿色 就先来吃它 是 你看这个绿 真的 我不认为你在煮着煮着煮着 它会煮到不绿 它应该差不多就是脸 对 对 其实它还是蛮绿的 很嫩 所以我们煮很快就软了 嗯 现在已经好软了 嗯 对不对 对 没脆脆的 现在还可以吃 如果头外 像这个根部的地方 可能就会稍微的有脆度一点 对 筋部的地方就会比较硬 对不对 就有那个 嗯 嚼劲 对不对 你看我们完全没有加盐巴 可是非常的现便 咸蛋 OK 它虽然你是海蛤蜊 但是它这一口咸都还在这个里面 控制里面 对不对 没有 我说它根本还没有往外吐 嗯 对不对 都在这边 比较Q 娃娃菜那么的绿 小番茄那么的红 再加上口感跟味道跟营养 哦 好春天 这里面几乎五行都已经坚固到了 没错 没错 来 回头来嗑嗑看 我们这个鱼汤的部分 好 好 我这边有一块 应该是鱼肚的部分 对不对 是 这个应该油脂蛮多的 最多的 对 对 对 是 然后你吃看那个黑豆 你会以为黑豆是硬的 也是软的 有淡淡一点点的蛋糕味道 对 但是真的不中 真的不中 所以要后面才加 对 所以用那个 你看用那个麻油去炒姜 然后把这个鱼放进去 你喝这个鱼汤 一点腥味都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怕臭臭屁的人 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OK 这个你看煮完了以后 反而很好脱 脱皮 对不对 对 我们常常讲说 黑皮 青仁 对不对 是 才是最好的 是 可是煮完以后 那个青仁就变得有点点 那个木土土的颜色 对 暖的 好 暖的 所以因为你在炒的时候 可是咬起来 还有那个黑豆那个坚果 那个香气在里面 是 因为你把它干炒 所以我们在炒 就是炒到有脆度的时候 你再把盐巴撒上去 然后再快炒 我们知道 其实黑豆 买营养的 不炒的黑豆跟炒的黑豆 会不会对它的营养打折扣 其实不会 没差别 没差 因为你炒过的会香气比较重 所以你要泡黑豆茶 你炒过它反而会叩开 是 那你如果说 我今天用的是一个新鲜的黑豆 你要去泡黑豆茶 除了你用煮的 但你根本就泡不出来 OK 小火把黑豆炒成这样子裂开 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大概要十来分钟 十来分钟 因为你的火不能大 所以我才说一次不能炒太生 就炒多点 就像我们草花生米 你大盐子就我炒了 把它拿来黄黄凉了 是脆的 那就好了 好 我直到一样讲 是因为之前我吃很多的黑豆 大部分都是直接拿黑豆 放到料理当中 但是就没有像秋香老师 今天这个炒过了之后放进去 它整个的香气跟口感增加很多 反正炒一次就要十几分钟 便利商店随便买就有一包一包 对 买一包回来试试看 我告诉你 煮饭拿来当零嘴都很好吃 对不对 OK 希望大家借由今天的料理 能够让你吃的元气满满 谢谢老师 谢谢